小姐 妈妈看到你来 一定很高兴 现在她正微笑的在天上 跟你说再见 妈妈 妈妈再见 小姐 谢谢你特地带花来送给阿姨 好香 吕老师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才看到这个影片 大家应该感动 我妈妈相依六岁的小姐 为何不愿意去病房 探望她肝癌的妈妈呢 她求婦很不开心 你妈妈重病了 你都不去看你妈妈 你不孝子 骂到你死了 狗血临头骂你 是不是 那你明白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看她的影片 她知道 因为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但她生病的时候很潮水 其实孩子害怕妈妈的什么 外表面容完全有改变 她没有办法去接受 所以是充满了惧怕 所以她不敢去看妈妈 并不是她不关心妈妈 并不表示她不爱她妈妈 那是妈妈的病中融合 让她害怕 还是害怕无声的死亡的接近 那艺术治疗师 她怎样去帮助小杰和妈妈道别 我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我自己有点分析 我是这么分析 我认为艺术治疗是超越语言的力量 艺术是让人离开外在的现实 在心灵的深处 对于刑事之眼是充满了感情 只有受苦之人才知道艺术的过程 是诸多巧妙 本片的治疗师 呂素珍老师 是运用艺术治疗的方法和技巧 成功帮助小杰面对妈妈生病的事实 表达内心的感受 透过引导描会手印 这件事很重要 梅惠会手印 这件事当时小杰并不知道 这个手印是什么意义 这个手印是大手牵小手 到了妈妈过了身之后 技术治疗师 将这个手印变成立高杖 立体的 3D立高杖 这个手印就成为这个小朋友 一生的什么 安慰 因为她妈妈虽然离开了 但她妈妈牵引她的手 去走返人生的路程 她长大才明白 在半年之后 女老师就做了这个手印 做了半年 她妈妈去世了半年 完成艺术治疗 OK 她自己有她的人生 还有做了一个颈恋 那个颈恋很有意义 那个颈恋就是什么 就是送给妈妈的礼物 是感谢和道别 所以后来她不敢去丧礼 为什么呢 因为怕去丧礼的时候 妈妈不知是否很难看 或者她不敢去面对 但是呢 女老师跟她怎么说 今天不是出笨 不是去葬礼 今天是跟妈妈再去见妻子 好吗 这个语言呢 儿童就明白了 今天说say goodbye 跟妈妈 我心爱妈妈 妈妈今天扮得很漂亮 她要跟你say goodbye 条颈链都是她送给你 哇 她去看看 原来真是带妈妈的颈链 她很开心 妈妈接受到她的爱 而且她也很难过 就是妈妈离开她 但是她的口腹就开始改变了 你看 其实妈妈在天上都应该很开心 跟你很快乐的道别 又帮助这个小朋友 表达她内心的复杂的悲伤的感受 在鼓励小杰出席 把机会与妈妈说再见 尖养妈妈的美丽用眼 小杰明白 配戴妈妈的颈链是安长的 离开 这个是一个案位 这个就是艺术治疗的一种方式 如果大家想看下这个案例 Clinical Case 这个临床案例是很书看的 就是整个chapter来的 去分析这个案例 就是我自己是在任用任何的影片的时候 我都喜欢是尋根究底 究竟这个true story是怎样的 这些影片当然是有些修改的 原来的true story 我看了呂素贞老师那本书 得到一些学习 看宁病房 即是善忠病房 香港叫善忠病房 帮助无法表达的哀伤遗憾 走到出口 艺术治疗是一种非文字的语言 是一种全新的世界 让我们能够尽情术说 心情传达 十个生命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小杰故事 如果大家工作繁忙 没什么时间看 看第一个故事就可以了 我将神龙秘笈送给 我们主席有了这些秘笈 他就知道和我分享一下 这个故事我觉得都给了很大的激发 最后结论呢 用什么结论呢 剩下几分钟去做结论 结论当然是分享一下 那我自己 我很想分享一下 在哪个结论好呢 不如分享一下我小朋友的结论 好了 我先找我的小朋友结论 首先 维恩的结论 维恩有个故事的结论 那我找维恩的结论 和你分享一下 有一次我小朋友呢 就参加精文比赛 看了我拍那部 人生四季的片 今天时间关系呢 就没有办法播放人生四季的了 但是呢 这部片很值得看 那我用维恩那句的开场 作为结论 那他又写了一个精文比赛 那是生命教育精文比赛 那这个比赛呢 就在台北市 各小生命教育精文比赛 那精文比赛呢 就很多各小的小朋友 去参加 维恩有五年班 那我是首席评审来的 我是首席评审 那就有个评审团 那我明知道这篇评审是匿名的嘛 那我当然知道我女儿 写哪篇评审的啦 是不是 我看过了 但是呢 为了公平起见 我就将这篇评审 请另外一些评审去看 那些评审看完呢 认为这篇评审呢 就是超灵作品 不知道是真的假 那就是很怀疑 那我当然不happy 你怀疑我的小朋友作品 但是我呢 接受现实的 因为我这个客观 但是呢 我有一个新的转化 那我就将他的story 就写成PPT 和大家分享 那唯因呢 就有个 看完这套《我人生四季》 出下秋冬有关生死的影片里面 他就有这样的分享 唯因是这么说的 那时候是小学五年半的 我看完了 《人生四季》之歌 让我心体会到 人生命是如此 有起点有终点 每个人应该是 拥有美好的人生 把是今天 认真去活 认真去开 让我们互相扶持 互相打气 走过生命的风风雨血 影响 充满希望的未来 那么 唯因的作品呢 我就用我的女儿的分享 结论 她是异童 异童教我生死 那我都很体会 那么呢 我剩下少少时间了 剩下十分钟 大家可以聊聊天 提出一些问题 那么呢 很可惜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就没有办法 将我准备的内容呢 就全部分享 其实呢 我分享了一半的 但是我有盼望的 那么 大家支持 我们相信 我希望有第一期 还有第二期 来日方长 啊 机会很多 真是很多谢大家 那先向大家鞠躬 多谢大家 那么呢 现在我们呢 有些开放的时间 让大家去提一下问题 那么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这样的 可以分享一两句话 鼓励一下我 或者是分享 小小的分享 那么呢 我就送给你 这个最后十二天 生命之旅的 这个电影DM 因为买不到 这个 那么台湾特别特别制作的 那么和你分享这个影片 那么你举一下 说两句说话 我就送给你 好吗 我们请你工作人员帮一下 好吗 就是别人说一两句说话 谈谈谈 免励一下 好吗 不用客气 好 我们的同事拿给我 你给掌声先好吗 好啊 给麦克风 你同事 红色衫 麻烦你举个 是的 我拿给他 我知道 我跳回来 好 OK 好 我下次拿麦克风给你了 谢谢你 吴先生 我想说一下 幼童需要面对这件事 我自己本身去到 因为我妈妈是13至16岁的时候癌症 我陪了他三年 医生对着我说 他剩下多少日的命 这个悲痛是去到我42岁那年才拆解了 完全是神的恩典 所以这件事很值得 我们现在就去学习 帮我们的孩子 谢谢 好啊 还有这边 朋友同事 不允许举手 好吗 好 我们这位朋友 好吗 给点掌声鼓勵 好吗 给个麦克风去 谢谢 吴教授 我看你说 悲伤就是必然有的东西 其实没有是否不正常 我真的好像没有什么悲伤 我父母也没有悲伤 我又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或者不知道是 我全家都没有悲伤 我父母很好的 不是说因为他很坏 好啊 你 我是很平常 好似就是 学你这个人 有生有死 都是很正常的东西 我全家人 包括我妈妈 我全家 我父母已经发生了 我已经二十多岁了 我全家人都没有哭 或者我们全家人都没有悲伤 我到现在又没有什么感觉 我不会说压抑着 没有什么 那这是什么原因 好 我给掌声鼓勵 我们先送到神秘的礼物 这个问题很容易了解 其实有两个观念 一个观念 在我们做人工作专业者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希望让悲不在伤 有悲不伤 有难过 有失落 但是不会影响到 严重影响到 我们个人的生活 行为 这个是让悲不在伤 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悲伤辅导的新概念 让悲不在伤 有难过 有失落的情绪 但是不会影响到 我们个人的生活 行为 其实这个故事有得说的 这个问题很容易了解 李欣林先生 在陶姐去世十五年之后 十五年之后 为什么会有陶姐拍出来的故事 我回应你这个故事 李欣林先生很感谢陶姐 照顾他 在生病的时候 他去心脏通波仔 给他煲汤 照顾他 陶姐年纪大 中风之后 送到他去老人院 那陶姐走的时候 李欣林先生 就是Roger 北京拍片 他是做财务的 他交代医生 医生来说 陶姐走 你是不是让他自然走 不要更差 他的痛苦 那Roger 好啊 如果陶姐年纪大了 他走 让他自然平静 他走好了 不要做那么多急救 他没有什么必要 他已经是 无法治疗的了 让陶姐自然走 那 就做了这个决定 韩医生说 那 就 过几天之后 陶姐不行了 但是 Roger 接到北京电影公司 叫他回去 要做事 电影 你知道 要跟着导演的时间 不能动的 没有改期 因为这么多人 他就回到北京 根据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如果你的长辈 亲人去世 你一定要陪伴他 送他 最后气 人生就没有遗憾 那 李欣琳先生 Roger先生 其实他 其实他已经尽力照顾了陶姐 看起来就明白了 看过陶姐举手 好吗 没看过举手 你人生会改变的 你今天回去看就行了 OK 那 Roger 真的回到北京 就没有跟陶姐说再见 他也没有什么遗憾 没有什么悲伤 陶姐也是年纪大 就好像你这样说 没什么 人多感他都OK 他一个人 是吧 喪事简简单单扮上去 又OK了 生前对陶姐都很好 探望陶姐 没有什么遗憾 经过十五年 几年以后 有一天 和许安华导演谈 许安华导演说 我也很想念陶姐 陶姐 当年觉得好像没有机会陶姐 陶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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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遗憾是成就了 另外一个原本 OK吗? 就算你有生命的遗憾 OK的 但是你可以成就另一个什么? 原本就去拍了 陶姐的电影 全香港都知道陶姐是谁的 我假设 你们不看过陶姐 知道陶姐是什么 我就问一下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刘德华先生要把陶姐的故事里面拍了DNR 不做DNR 就是不做急救呢? 让他自然死亡呢? 因为关于梅艳芳的事嘛 因为梅艳芳生病的时候 跟刘德华说得很清楚 我就不喜欢急救救得这么密集 让我自然死亡很好 我治病得很辛苦 但是这个医生和家属不同的意见 搞到梅艳芳都不能够拔馆 这么辛苦死亡 刘德华又不是很内疚 我自己的好朋友帮不了梅艳芳 这次我拍《陶姐》 跟许幻讲清楚 你拍的endings好一点 让陶姐 happy 自然安装死亡 没什么遗憾 这部电影就原本有两个遗憾 一个是刘德华先生 对梅艳芳小姐的怀念是否记忆 所以刘德华先生有悲伤 有没有可以啊 有悲伤辅 Roger又悲伤辅 所以悲伤辅 any time anyway 可能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你又拍过片 很期待啊 你爹地各个都很怀念他 人生的失落悲伤 每个人的状态时间不一样 但让悲不在伤 我们有怀念 有想念 但我们难过的情举不是很强烈 我们很自然的心 但是悲伤辅同理 譬如我们有同理心 可能你的失落悲伤不要那么强烈 可能别人的失落悲伤是相当强烈的 这部电影是相当不错的 以上是综合各个水果报 各个数字周刊的综合大城 以上的版本是仅仅参考的 先拿点想象力 结果是不是这样呢 应该是类似的 根据考究结果 我想说的是根据考究 是类似接近真实 如有巧合实属类堂 多谢大家 好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要在报庭了 我们再次给掌声 谢谢吴教授 帮我们的分享 多谢大家 后会有期 多谢 如果大家还想继续去品尝 就找回那些书 那些带子回去看看 好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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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